高哥开中间 来 开中间 接下来走上红盘的是导演 丁生 演员 林鹏 对啊 刚刚已经遇到了很久会见的阿比尔汉 对 然后刚才我问他上次吃的是中国的皮蛋 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走 然后这两天带他去品尝中国的美食 我突然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 邓超先生的英文已经可以交流这么多了 太厉害了 那是 而且很荣幸地透露一个小秘密 当然阿比尔说 他说这个皮蛋可能他会在下个电影里 放到他的新的电影里 我还以为说在下一个他的电影当中 能够看到邓超先生的身影 对 我可以演这个皮蛋